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支持小编 你们的支持是小编前进的动力 小编希望得到大家发财小手的点赞 在这里小编祝愿大家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裁员滚滚来 为照顾重病妻子离开央视 因酒驾今年刚出狱 如今逆袭成了副总裁 或许大家都知道 其实主持人与明星是一样的 他们不仅大红大紫 而且身价也非常高 你熟悉的央视主持人董青 沙贝宁 朱迅 李思思等著名央视主持 她们的身价虽然没有娱乐圈的一线演员那么高 但是在娱乐圈也是相当不错的 她们有的身价百万 甚至有的身价千万 但并不是所有的主持人都是那么有钱的 就像演艺圈的明星 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很有钱 甚至有的演员为了生活 还是很努力的拼搏 主持人也是一样的 大部分主持人也是很穷的 那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主持人 他曾是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 今年刚出狱 如今逆袭成了副总裁 为照顾重病妻子离开央视 因酒驾今年刚出狱 如今逆袭成了副总裁 他就是狼永春 提起他的名字相信 还是很多人对他不陌生的 毕竟从小跟着爸妈长大的网友 都是没办法逃脱看新闻了 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 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 然而父母最喜欢看的就是新闻联播节目 但是我们还小 所以当时也只是对儿童节目感兴趣 对于新闻联播还是兴趣不大 直到长大才逐渐了解到这当节目 给我们带来的知识和学问 狼永春是小编从小 看了大的男主持人 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学真酒专业的 之后攻读新闻也是很厉害的人物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成功进入了央视知名主持人 但是命运似乎总是大起大落 为照顾重病妻子离开央视 因酒驾今年刚出狱 如今逆袭成了副总裁狼永春的妻子叫吴平 他们两个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同班同学 两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也产生了感情 最后两个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他的妻子吴平是上海一家电视台的播音员 1997年两人结婚以后 没过多久 吴平为狼永春生 下一个可爱的儿子 原以为他们的生活会一直这么安稳幸福下去 谁知道吴平在2011年的时候被查出乳腺癌 当时孩细胞已经转移 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 在北京这名中学读书的儿子 不得不留学美国 陪伴妈妈在美国治疗 而郎永春直接选择了辞职 离开了央视 来获得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妻子 为照顾重病妻子离开央视 因酒驾今年刚出狱 如今逆袭成了副总裁 离开央视以后 郎永春去了一家互联网企业 就是大家听说的找钢网 他在这个找钢网里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样一来 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来照顾患病的妻子 妻子在郎永春细心的照顾下 病情也脱离了危险 通过这件事对自己丈夫的爱又加深了 但是没过多久 郎永春露上了热搜 这次是因为酒驾地点是在北京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犯这样的低等错误 实在是让人很失望 最后被拘禁了三个月 罚款四千元 今年刚出狱